今次介紹的單位是這個有三十多年樓齡的屋邨入面 住得久,跟屋自然舊了又亂了 經過了大翻身,間落令人眼前一亮 這個單位實用面積是490呎 原本是一個兩房的單位 這個單位是一對退休的夫婦住 設計要求是想將客廳的位置擴闊一些 將裡面兩房的單位變成三房 以及將裡面盡頭的廚房搬出客廳 做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以及想將浴室擴大一點 設計師將沙發背的牆向後移了約兩呎 令客廳闊了很多 原來的廚房在盡頭位置很不方便 所以將整個廚房搬出飯廳旁邊 變成開放式廚房 這個廚櫃想做得比較實用 所以想將桌面伸延到出飯廳 令整個空間和櫃房搬出更大 上面的雕櫃面用了白色反光物料 令整個空間更加光猛 長身就用了花式瓷磚 造成特色牆的效果 由於護主很喜歡藍色 所以下面的廚櫃都選用了藍色 桌面用了灰色的無縫石 優點是容易清潔 另一個改動大的地方就是浴室 這個浴室原有的面積就是在這裏 我們將原有的牆身 多移一尺出來 原有的門口位就移到這裏 做一個拖門 這裏有一個鏡櫃面盆櫃 原有的棋缸是一個磚牆 我們就拆了它 做一個比較開陽的棋缸位置 拉高樓底 裝一個淋雨的花生 屋主就選了一隻樹葉紋的瓷磚 做一個企鋼在棋缸 這個單位就有很多不同高高低低的喉管 我們就將它用一個高高低低不同層次的天花 去修飾 因為這個單位所有的喉管就是經這個位置 我們就用一個木紋的櫃去修飾這個位置 打開了門就方便去維修 走廊盡頭是屋主夫婦的睡房 其實裡面是房中房的設計 兩間房之間沒有裝鏡門 用衣櫃來分隔 衣櫃門可以兩邊獨立地開 兩間房的床頭位置都有儲物空間 應屋主的要求 做了個大型鏡玻璃窗 令視野更加開陽更加光亮 原來床頭櫃側邊安裝了金屬扶手 方便活著起來 客房主要是給屋主的孫子孫女用來溫習 所以做了全地台設計 可以加鋪兩張單人床褥 書桌有伸縮設計 可以加大家 全屋的房門都是做了托門設計 那就更加省位了